2020年8月25日 至9月1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对欧洲五国进行正式访问,荷兰是王毅部长此行的第二站。这是在COVID-19疫情爆发后,中国外长首次欧洲执行。 荷兰首相马克·吕特在海牙财政部接待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,王毅部长在会见吕特首相时说, 中国高兴地看到荷兰在欧盟和世界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。 中国愿与荷兰加强互利合作,中和两国应携手应对全球单边主义带来的挑战和影响。 树立自由贸易,相互开放,公平竞争的榜样,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贡献。 吕特首相高度评价了中国在应对COVID-19大流行中所取得的成就,并希望在这方面与中国发展更多的合作。 他表示,荷兰愿与中国就广泛的问题进行坦率的对话,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。 他认为,欧洲、中国和美国应该加强沟通与协调,而不是彼此疏远。 关于脱钩的讨论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。 荷兰期待着世界所有主要力量之间的合作,共同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。 王毅部长在Devonburg城堡与荷兰外交大臣史蒂夫,部落客举行了会谈。 王毅部长在会晤时表示,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,并愿意与包括荷兰在内的所有国家合作,实行多边主义并采取具体行动加以维护。 王毅指出,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,是社会进步的体现。荷兰主张自由贸易,而中国也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。 两国应共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,使世贸组织将继续发挥其作为自由贸易体系基石的作用。 他说,中国将在更高层次上建立新的开放经济体系,并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其市场机会,希望各方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,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,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、公正、开放、非歧视的商业环境。 布洛克表示,和中关系是开放的,两国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合作。荷兰愿保持与中国高层交往的势头,深化各领域合作,继续携手抗击COVID-19,以促进两国经济的复苏。 他说,荷兰同意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,并愿在国际事务中加强与中国的协调,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,维护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,并实现互惠互利。 他同时认为中欧关系非常重要,荷兰致力于促进中欧投资协议,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。